白朵千丛,品牌传统款风箱,风箱前面做了一支门设计,还做了可以记录风群状况的记录表。 风箱后面做了一个透气纱窗,轨道式的推拉门设计,可以调节纱窗大小。 风箱标配小隔板一张,六个组装,好的成品朝储框。 一个四位器,覆盖布,防烟网等一些养风用具。 给大家展示下风箱打包的全过程。 我们风箱都是使用制定的泡沫箱打包发货的,可以避免在运输途中出现破损的现象。 有需要风箱,的风友可以咨询下单呢。 共庆人月两团圆,同贺国境迎盛世,白朵千丛,祝风友们节日快乐。 师傅你在干嘛呀? 你知道80年代最有名的营养品是什么吗? 是什么呢? 人参风亡浆。 是我经常在网上看到的那种吗? 不一样的,你在网上看到的都是意大利蜂王浆,我们这种是中风产的蜂王浆,中风产的蜂王浆非常稀少的,所以你在西面上基本上看不到。 那这么好的东西能取出来让我看看吗? 当然没有问题,养蜂的事情没有我们白朵千丛品牌做不到的。 这个就是会发育成蜂王的虫子。 这个虫子。 里面的那个就是蜂王浆是吗? 对,产量好少哦,看着。 对,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营养品。 在这一点点。 对,一个碗台才这一点点蜂王浆。 这是我们三矿风挖出来的蜂王浆。 你看,才这一点点。 产量非常的少。 蜂香旺季快到了,我们来蜂香加工厂看看。 师傅,蜂香固承准备的怎么样啊? 哎,不要说了,明年都这么样,一到风风放弃啊,就忙着焦头烂了。 大家一起来买蜂香。 我们生产的运营养品,或运营养品, 老往会有大量的运务使用的。 也是哦,那大家可以提前把蜂香购买出去的呀。 对,大家把蜂香买回去,去熟下,去熟下异味。 或者把旧的蜂香换出来,清洗干净,高级大级最悦。 蒜子的话,把蜂香出来之后,马上就可以使用了。 这个蜂蜂接收率快,反正是更好的。 那你对蜂香处理有什么好办法呢? 所以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,下一期接着讲。 好的,专业师傅肯定有铁刀,值得信息。 今天人工分蜂啊,因为我们十天前培育了一批蜂王,今天要出来了,所以的话要分蜂,把那个蜂王呢,接入到没有蜂王的蜂群里面啊。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箱里面的那个蜂王在哪一批上面,然后把它分走,再带一批那个供蜂走就OK了。 分两批,留两批在原箱里面。 然后这一批的蜂王在这里啊,师傅指的这个就是蜂王。 然后呢,我们把这一批分走,把带王的这一批分走。 然后再带一批供蜂走,带一批比较多的。 抵着一批走哦。 然后覆盖布跟那个小隔板都是需要用上的哦。 盖上风箱盖。 我们先要把那个蜂箱分出来的这一箱蜂,那个扯门要把它关住啊,不要让那个供蜂出去先。 调整好这一批的蜂鹿就可以了。 等一下啊,等一下我们师傅去拿那个处女王过来,把它记录到这一箱没有蜂王的蜂群里面。 来,我们师傅拿来了那个新蜂王,把它记录到这一箱没有蜂王的蜂群里面。 好,蜂王的话已经下去了哦。 好,已经记录王成功了。 然后盖上覆盖布,盖上箱盖就OK了。 然后我们把蜂蜂的这一箱呢,搬走,搬到其他地方去。 因为我们的风场空间有限啊,所以我们分的距离呢,就比较近一点。 我们这是近距离的人工分风。 我们选择的地方呢,是这个香蕉树底下啊,可以遮一下太阳。 然后呢,我们会用那个风箱架,把这个风箱支扔起来。 放好之后呢,我们再打开那个风箱的朝门口啊,让那个工风呢,能够正常的出入。 好,这就完成分风操作了。 大家好,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白狗新手铺的小铺。 这是我们白狗系统的白传统里的一字门风箱。 我们风箱前面这里的话是采用了一个一字门的设计, 然后呢,是一个轨道式的推浪门啊。 风箱前面这里的话还做了一个可以记录风群整个状况的一个记录表。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风箱的一个后面。 我们风箱后面的话是做了一个透气的沙窗, 里面这个网呢是镶嵌的三零四不锈钢的啊, 也是一个轨道式的推浪门。 这门的话是可以调节这个沙窗的一个大小的啊。 然后我们箱盖的话,这个箱盖呢,是没有做那个对流式的透气口的啊。 呃,然后给你看一下我们这一个外面的套装。 我们四方每个风箱都配一下这个小盘放厚的啊。 然后呢,四个衣服组装好的衣服。 一个示威器,防烟网,覆盖底库的一些养活中能够用到的一些小用具啊。 然后现在的话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风箱是如何把包发货的。 我们的风箱都会使用这个自定的泡沫箱进行一书发货的。 所以避免它一书途中呢,出现一个破损的现象啊。 如果是有需要的风油呢,可以尽快下单啊。 因为我们是现货现发的。 如果等到忘记的时候呢,是12整几天才能够发出的啊。 这就是风箱打包好的样子。 有需要的风油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左下角留记一下的。 哈喽,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白银子新丛品牌的小婷。 吃饭已经开始了,现在风水呢,已经快速发展。 等到春秋过后呢,会出现大量的风风。 所以现在有需要风箱的风油呢,可以尽快发掉。 我们现在有现货现发,而且价格的话也是有些会吧。 然后,我会等到放置的时候再下单的话,我没有现货现发。 而且发过速度呢,也会推迟。 还会发过您的一个使用时间。 所以有需要风箱的风油呢,可以尽快下单啊。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,如何借王的成功力高呢? 今天我们在风场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借王的一个方式啊。 这个是我们准备的一个处女王啊。 然后呢,这箱风,首先这箱风你借王的风区,你一定要确认一个点。 它是撕完24小时以上啊。 这样子呢,你可以才可以去借王。 不然的话很容易造成围围啊。 来,接下来,就给大家抄一下啊。 这箱风呢,已经撕完了超过24个小时了,对吧。 那么我们这个风王。 首先,我们把它装在这个王龙呢,这个东西啊。 这种王龙呢,它是可以打半格的。 你看这个王龙的缝隙呢,它现在供风啊。 如果不接受这个王,我放进去的话,它可能会来咬它,对不对。 那我们走入操作呢,把这个王龙打半格啊。 哎,打成这样子,供风就进不去咬这个风王了。 那么我们把这个风王放在这个草库的上面啊。 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之后呢,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蜜糖去给它混合气味。 就是我们倒,倒这个蜜糖,倒这个蜂王的身上去,让这个蜜蜂, 就是那种气味混合了之后,它就不会去咬这个蜂王,对吧。 好,我们倒点在这里。 尽量的把那个蜂王淋死啊,你看到没,淋到那个蜂王了。 现在蜜糖就淋到那个蜂王。 好,做完这一系列操作,我们就先把这个蜂箱的盖子盖回去。 我们五分钟之后再来看这张蜂,现在就不要去管它先。 就看那个蜜蜂会不会去咬它的意思,对吧。 现在五分钟过去之后呢,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蜂王的它一个状况。 现在可以看到这些蜜蜂呢,它是在舔死,它没有一个攻击的姿态。 它舔死的姿态,证明它们能正在慢慢的接受这个蜂王的味道。 如果它是攻击呢,它尾巴会像就是去攻击人一样,去遮人一样。 就或者说去咬那个蜂王。 现在它舔死这个蜜糖,我们就可以怎样呢,把它打个半格。 就是把那个半格给它打,打回去啊。 那这样子,让它可以进去接触那个蜂王。 那么如果它,它没有进行咬的情况下呢,我们就把这个蜂王淋湿。 就你遇到什么情况呢? 它如果这个蜜蜂有攻击的情况呢,你就继续领个蜜糖。 继续领个蜜糖,又再过个十几二十分钟再来看啊。 这样我们发现呢,它没有去攻击这个蜂王的意图呢, 我们就用这个蜜糖,把这个蜂王淋湿。 蜜蜂王呢,有两个啊。 第一点呢,是让这个蜂王的翅膀撕掉了。 它不会说你一开盖,它就飞了。 第二点呢,就是说,让这个气味更加的混合到这个蜂群里面。 就使这个蜂王不会遭受到这个蜂群的一个抗拒啊。 我们用蜜糖来去混合它的气味。 好,我们把这个蜂王淋湿看到没有。 现在蜂王淋湿了啊,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出来, 看一下蜂群会不会去进行攻击的一个形态啊。 就蜂群不攻击它的话,就证明戒王成功了啊。 这边,把蜂王打开,让这个蜂王爬出来。 这个蜂王我们临死了,它翅膀它就背不起来,它现在只能爬。 这是一个点,先看这蜜蜂会不会去攻击它,让它自己爬进去就可以了。 把它进入到我们的蜂群里面,只要蜜蜂不攻击它就没有事。 那么它爬进我们的蜂群之后呢,我们大约就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,你可以过来看一下。 如果它被攻击死掉了,那你又要进行重新戒王。 如果它没有被攻击,在蜂群里面继续活跃的,就寻查整个潮方的情况了, 那证明戒王成功了。 这就是戒王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个方法,分享给你们啊。 中文字幕约 Mexö园 小样子 Double 感谢观看